各位觀眾 各位網友 大家好 足球 我自己看不是純粹是足球體育運動那麼簡單 尤其是國家和國家之間的比賽 100%必然先鮮到政治 民族主義 尤其是中國 香港 這個東亞錦標賽 足球的錦標賽叫東亞杯 正在上演 其中一場是韓國對中國 韓國入了三球 中國捧彈 這場賽事引起很多網民的討論 絕大部分時間 韓國隊控球在腳 韓國隊入了三球 都被韓國的輿論罵他 說他差 對著 中國隊對這麼差的球隊你之前入了三球 其中一球就是烏龍波 即是說他們自己入 即是說實際入了兩球 百分之七十六的時間 韓國的腳 控制著球 射門是23次 不過只有 兩球入了 有沒有那麼差 有沒有水平那麼低 怎麼打入世界盃 比起韓國輿論批評 韓國輿論批評韓國隊 我自己覺得是正常的 一點也不奇怪 但繼續批評中國隊 這個結果是不意外 就覺得中國足球隊的表現 比大學生還不如 因為全場 只有一次 射門 射正門 只有一次射正門 結果當然是零 所以中國足球能不能夠完 這個叫做足球夢 你知道習大大很喜歡踢足球 我未見過他踢 當然 他說 可能是 踢兩下那種 不是落場比賽 他說 但無論用任何的九牛二虎之力 都不能夠將 中國的足球 做到可以見得下人 好像越打越差 無論是自己 國內的所謂足球俱樂部的比賽 中國 最厲害的那班球員打 都是很不忍著 世界的比賽更加 沒有眼看 明天會上演 另一場 賽事就是中港大戰 這也是非常敏感的賽事 中港大戰 會在 在明天舉行 大家會 很觸目地 看看這場賽果是怎樣 香港隊的教練 安達臣 主教練 透過視像會議見全會 中學隊 足球不行 過去兩場都是守 只是守 沒有辦法分析 中國隊的戰略究竟是怎樣 只是在開國球的時候才看到 上次的 中港大戰是2015年的世界盤外圍翹 我想大家都會 忌諸身 是 中國足協 即是官方 推出了海報 諷刺 香港隊是有層次的 香港隊 甚麼是有層次 就是有不同國籍不同皮膚顏色的足球員 用外籍兵團 進入 香港的足球隊 笑他 香港的足總 還擊 這個回應是不要被人看死 最後 中港大戰 以零比零 賽禍 收場 所以這次的明天的中港大戰當然是觸目 這個中港大戰也是引起非常大的討論 香港人的 身份認同問題 足球牽涉到政治 一定有身份認同 除了國民的身份認同 也當然有球會的身份認同 這個是一個我自己覺得是很值得探討的問題 有時間可以詳細說 但是 未發生中港大戰 之前 另一場賽事 就是 對日本 即是香港 對日本 日本是大勝港隊 六球 在這個賽事之前 大家知道所有的國際比賽 都會就兩個國家的國歌 日本國歌 就日本國歌 大家也要宿立 雙方球員也要宿立 日本 對著國歌 可能會在心裡唱或者開口唱 但是香港隊 香港隊 在電視直播那裡拍出來 發現 香港隊 幾乎是沒有一個人 在就義勇軍進行曲的時候 幾乎是沒有一個人跟著唱 全程 都是 這樣 敏實口 嘴巴緊閉 這個畫面傳到中國大陸之後 中國大陸的網民非常大的反應 我覺得 我也覺得他們 應該這樣說 我沒覺得他們是同胞 看網民反應 二十年來 放任不管 只能再等二十年來 扳回來 亦都 只能說外國主義教育有代加強 不暢也得 給我乖乖聽著 亦都說有一個球員 其中一個球員 就 扳低頭 扳低頭 被人覺得我感覺好像在默哀 所以有些中國的網民反應很強烈 讓人覺得 匪夷所思 這個很值得討論的地方就是 唱國歌的時候 香港隊或者中國隊或者其他國家隊 是不是一定要跟唱 然後才表現得外國呢 是不是要跟唱 這個比起內地的網民雞蛋女挑骨頭 之後 上升到民族主義的問題 上升到 外國主義的問題 你不唱你不跟唱就等於你不認同國家 可能以 國家安全罪論署 內地的網民也有些話說公道話 他說 奏國歌的時候不是一定要開口跟著唱的 不唱不是就等於反中反華 不唱國歌問題不大 你不要因為這樣挑起這個火頭亂扣帽子 更加可怕 很多人說 如果是我自己大家唱的話呢 我都會跟著唱 如果大家不唱沒有那種氣氛的話我都不會跟著唱 不代表不愛國 其實這個香港隊也不是全部不唱國歌的 義勇軍唱人曲的 其中一個叫做谷瑩子 厚厚這樣唱的 這個谷瑩子其實就是 打過這個大陸 中超的中超球會 2004年到2008年 大陸的網民就說 只有一個唱 還有這個 內地的背景 也有些網民提到 香港籃球賽的時候 參加國際賽事 球隊幾乎全部都是 球員都是白人 但是他們也有跟唱 為什麼白人也有跟唱呢 在這些問題上 中國的網民一定是雞蛋裡挑骨頭 一定是上綱上線 上綱上線 有所謂說公道話的網民都是極少數 是不是國際比賽的時候 球員都會跟唱國歌呢 這個 不可以一概而論 有很多國家在國際比賽的球員 因為自己身份的問題 譬如舉個例子 英國 有不同的地方組織包括英格蘭 蘇格蘭 包括威爾斯和北愛爾 在國際賽事上面 也不只是 代表英國也只是英格蘭 也有其他的 來自不同的 這個地方的球員 所以就有一個現象 在2012年的倫敦奧委會上 要奏 天佑女王 God save the queen 天佑女王奏出的時候 有些球員 是不跟唱的 不跟唱 他覺得 即是我的身份 我的族裔 我為何要天佑女王 例如來自威爾斯的有些人不跟唱 也是一個移民的國家 例如英國是一個真正移民的國家 有不同的球員 也有來自非洲的 也有來自其他的 國家的 他入籍就代表英國去參賽 他也不會覺得 我唱天佑女王是 理所當然 又或是我不認同 或是我不認同 有很多不同的原因 所以是不是 就是 當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的時候 你不跟唱 就等於你不尊重 我不敢說是不是 我也不敢肯定是 也不敢肯定 說肯定不是 我不是好像有些人發覺 真的漢子 真的不跟唱 對抗 我覺得有少許含他於不義 他是不是真的對抗 還是他覺得不習慣 周生不聚財 我為何要跟唱 有些人唱得很努力 我為何要像這樣 像北韓那樣表態 是不是要對著唱歌歌越大聲 就表示我越愛國越忠誠 我覺得 中國網民大學不必如此 香港的人也大可不必如此興奮 可能他根本就不懂 沒有教過 或者根本就是 不想 因為沒有這個氣氛 又或者有些人有抵觸的情緒 有抵抗的情緒 可能 很夾雜 但是我會看來 經過這件事之後 被內地的網民這樣批評之後 香港要緊跟 香港的足協 香港的足種 會不會 這樣就要教訓香港球員 給他們一個訓練班 除了要足球的技術之外 還要訓練他們 懂得唱歌歌 要告解他們 分解他們 唱奏歌歌的時候 你們一定要 唱不止口吐吹 還要大聲唱 是不是這樣 是不是這樣 我覺得 很值得討論 當時 竹種是怎樣的 2020年通過這個國歌法 這個竹種主席貝君琦 被訪問 入籍球員的情況 如果他不唱 那怎麼辦 貝君琦就說 諒解 認為對方只需要 就唱國歌的時候 肅立和表達尊重 已經舊立 很圓滿 華裔球員 香港球員 國內的情況 並不適用於香港 跟貝君琦說 竹種會視乎球員 是否刻意違反 就唱禮 決定處分 如果剛好有一隻蚊飛過 他拍蚊有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不尊重國歌 貝君琦是2020年說的 今天 會不會有改變 在 所有東西 都政治化的年代 連球 都這麼政治化的時候 會不會 今天會有改變 會不會去訓解球員 一定要唱國歌 大家走著潮 談到這裏 我繼續支持我PATCH 我心靜有快的頻道 多謝你們收看 再見 我們下載 不如是 我們下載 怎麼會有改變 不敗 兩下輪 我們下載 跟洞 不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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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不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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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不敗 不敗 1分钟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